很遗憾,因为工作繁忙我还没有看过《繁花》 但是身边很多朋友都跟我推荐,说这个剧很好看 我听央馆的广播,听到电视剧方面专家也评价说这个剧制作非常精良 创造了大陆电视剧的新高度,评价很高 我也自己科普了一下,繁花讲述了三世纪九十年代 来自天南地北的普通人,奇距上海滩 浅装机遇,努力打拼的故事 颂言不屈不挠,积极献上的进取精神 播出后在网络上,在剧迷中引发广泛的好评和广泛的共鸣 还有热烈的讨论 我看到台湾的剧迷也是好评如潮 有的还留言想去黄河路打卡 想吃饱种泡饭和排骨年糕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包括繁花在内,大陆的影视剧等优秀文化作品 近年来在岛内颇受欢迎 我想除了作品本身是好作品以外 还因为两岸同胞同文同种 情感相通 对剧情容易心灵神会 共情共鸣 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两岸中国人共同的文化根脉 共同的情感共鸣 即便时官流逝 重视跨越山海 哪怕人为阻隔 也难以减少 从未改变